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大家看得到上面 我们的地球有71%是由水所覆盖 看起来好像不太有缺水的问题 但是有多少水真的可以用呢 有97%是海洋 这些水是不能直接利用的 有2%是两极所覆盖的冰 那剩下1%就是我们的河川 我们的湖里面所储存的水 那不要小看这2%的冰 这2%的冰 如果渐渐的因为温室效应的关系 融化的话 那台湾未来的几年 慢慢有很多地方会被海平面慢慢地覆盖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台北盆地也是一个红色警戒的区域 请大家说要注意 如果我们继续让地球暖化下去 这个盆地会变成脸盆 会变成水盆 那不要小看这2% 它如果融了会变成这个样子 但是1%的我们可以利用的水 其实它是足够养我们70亿人口的 只是因为大自然的循环的关系 我们的水呢会因为下雨 然后供应我们来使用 但是又又会蒸发 增上去 那我们就不断地因为大自然循环 把我们的水净化 但是问题来了 这水如果是下在我们不要的地方 那我们就拿不到 所以我们要取到这些水 必须看老天爷的脸色 它必须要下在对的地方 要下在对的时间 那如果不对的话 它很多地方如果增上去 那我们的水就会造成 有些区域都不太下雨 那有些区域呢会有洪水 所以你可以看到红色的地方 就是严重缺水的区域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沙漠地带 或者是中东的地方 或者是非洲都是 那台湾的状况如何 大家可能可以想象 台湾很多丰沛的雨量 老天对我们不错 我们下来的雨 一年有950亿吨 是全世界平均值的3.5倍 所以看来我们是没有缺水的问题 但是下的时间如果太集中 下的区域又不对的话 那分布不均 就会产生水的问题 但是大家可能很难想象 我们是全世界排名第18的缺水国 全世界上百的国家 我们是排名第18 那怎么下这么多雨 我们还是一个缺水国呢 每一个人可以飞配到的水 竟然是这么这么的上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台湾的地形都是山 我们所有的下来的雨水 在两天之内全部会入海 那现在水库又淤积 所以我们没办法储存 足够量的水 再加上台湾过去农业 非常的发达 我们有70%的水 是用在农业 我们可以看到左下方 大家的右上右下方 那工业里面用的水呢 是9% 我们民生的用水呢 是这所有可以用下来的雨水 里面的20% 可以利用而已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让我们的水资源 能够再回收再利用 那要怎么样去回收再利用呢 我们来看看水处理的方式 大家可能知道家里的水 是从自然水公司来的 那来的这些水呢 是经过传统的处理方法 沉淀混凝 然后经过沙床的过滤 然后就到我们家里 它经过一点消毒 就到我们家里的水 龙头就进来了 这样的水处理成本很低 所以我们用的水 水价也不高 1度水10块 1度水多少 这个黑箱子就是1度水 你拿水管把它注满这个黑箱子 才1度水10块钱 那大家如果手上有一些瓶装水的话 1罐600cc 这样的水多少钱 20块 所以这一箱的水 可以装多少瓶的瓶装水 1667罐 如果乘以1罐20块的话 是32000多块 好赚哦 所以你把自然水公司的10块 买来之后 经过了一个高级处理之后 你可以得到了1667罐的水 拿去卖 但是卖出来的价钱 是32000多块 所以你就知道说 水经过很好的处理之后 它可以得到很高的品质 那你也愿意花这个钱 去饮用 去买 去处理 那这些处理的方式呢 主要就是用了所谓的 先进的过滤方式 用了一张膜 那什么是薄膜呢 我们看到 这边就是一张平板膜 它是一个高分子的材料 像我们所知道的塑胶的材料 那把上面做出一些孔洞之后呢 我们要的水会过去 不要的东西会挡在这些膜片上面 那其实它还是可以做成 另外这种所谓的 纤维状 那把它做成一个模组化的之后呢 就像这样的一只管子 这个做得比较精细一点 可以做我们的人工胜杖 所以你如果用这样子的一个材料 去做水的处理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很高品质 很好的水 那台湾本岛有没有用薄膜处理 我们台湾大部分的薄膜处理 的水厂都是在外岛 像在澎湖 在金门 在马祖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把台湾的水 运到这些地方 所需要的运输成本 到澎湖 一度水运输成本要130块 运到马祖 要530块 金门就稍微更远一点 要600块 所以这时候 你就没办法 用一度10块来卖 那这时候呢 你如果真的运到那个地方去 这个水的成本很高 所以这时候政府在外岛 就会用薄膜设施 来处理这些水 把海水拿来做淡化 或者是会用水 然后再来处理之后 再供民众再来使用 那这样子的成本 大概是多少 用薄膜处理 在工业界的处理回收水 或者是海水淡化 一顿水 就是这样子 一个黑箱子 这样的一个水 处理的成本 大概是30 40块 所以说 比起这个运费来说 是值得投资的 所以我们现在 大部分的薄膜处理水厂 都在外岛 这些地方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像这样子一个薄膜处理的 一个设备 在外岛都看得到 那膜到底有多厉害呢 我们实际到淡水河 来试一下 给大家看 我们就到淡水河 取淡水河里面的水 那这里 大家看得到 16月12号 才要开始 首播的Discovery节目 所以大家这边是首映会 所以记得 那一天晚上10点 可以看一下 我实力 我们在做的测试 那看得到 那个水那么脏 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系统 这是一个紧急救灾用的系统 是德国所设计的 里面的 就是放我们这种 平板的薄膜 那这些膜 取出来之后 这个水 你可以看得到 非常非常的清澈 但是能不能喝呢 我试给你们看 我当场 在这边试试看 那这是去年年底试的 到现在我还安在 所以说这个膜的系统 看起来是还不错 所以还蛮甘甜的 那就有同事 开玩笑的问我说 这淡水河还不错啊 台北市整治的不错啊 所以你敢喝啊 你敢不敢喝这条水 哇 大家有人哇了 这条水谁敢喝啊 那齐柏林先生拍了一个 看见台湾 他让我们看见了台湾的美 我们的好山好水 但是他也派出了 我们台湾的伤痕 那这些呢 工业废水所排放出来的 这样子的一个污染 里面常有强酸 强碱 强溶剂 那这些东西呢 不是一般我们在水处理 的薄膜水可以使用的 我们家里的逆渗透RO 就是一种薄膜系统 那些都是这一些 高分子的材料 那这种材料 如果遇到了一个强溶剂 这是工业用的溶剂 好 我离开远一点 因为他有 把它放进去之后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本来是一个一卷的膜 那拿起来了之后呢 它就断掉了 所有的材料 它就断掉了 但是这时候 如果真的要过滤这种溶剂呢 能不能做 可以 我们可以用这种陶瓷薄膜 只有这种陶瓷膜管 就像我们的 烧的陶啊 这些瓷这种东西 在高温下所形成的东西 才有办法耐着强酸 强减 强溶剂 来做过滤 但是你看到这些 无机薄膜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设备 全部都是用传统的 烧结的方法 大家知道 鹰哥的陶瓷 台湾这方面 做得非常的好 那我们就要用很多 高温的方式去烧 而且要用的就是 好几十个小时 慢慢烧 烧到最后 有可能还会裂掉 那里面我还要做很多的小洞 来过滤这些水 这种技术 在现在有很多先进国家 掌握着它的关键技术 但是呢 因为它烧 就要几十个小时 慢慢的还要再去涂 再去多次的反复的烧 所以这个程序 非常耗能耗时 也导致这样的设备很贵 所以台湾的一些厂商 它没办法去使用 那我们想要突破 所以我们团队 希望能跟 传统的方法不一样 才能够赢过人家 所以贾伯斯 他告诉我们说 你要think a difference 虽然他过世了 但是他影响我们 这个世代非常的大 他让我们不是只有 Apple卖电脑 Apple卖iPhone iPad iPad 最后呢 从你老爸的口袋里面 掏出钱来 老爸说iPad 我全买单了 这个就是他的创意 他的想法不同 那我们呢 不只是要think a difference 我们还要 完全跟传统颠覆 不一样的想法 我们要think a difference 这意思是说 我要跟你不一样 我甚至还要想到 其他更聪明的方法 otherwise methods 所以我们团队 花了很多的精神去想 想到了 我们可以用高温的火炬 去用电浆喷毒 把粉送到 高温的一个火炬里面 融融了之后 喷到我的机材上面 可以形成一层膜 那这样子如果形成的话 这速度很快 三分钟到五分钟 我就形成一个管子的 正能源用的也低 时间用的也短 所以这个成本就可以很低 我们能不能做得到 我们花了两三年的时间 一做出来 失败 全部都是裂缝 你看得到那些裂缝 那边裂缝也没关系啊 我们来过滤看看 一过滤之后 一个小时 只能过滤一小瓶的瓶装水 这个量非常的小 比起现在我们市面上 可以买到的一个 国际级的好的一个 无机薄膜 它就是我们的五倍以上的 一个水量 所以我们的团队不气馁 我们就一直在想办法 就有一天 我带我同学去 阳明山上面去旅游 我们看到说 哎哟 这个裂缝怎么跟我们 在地热谷看到的裂缝 一模一样 这个让我们开始 又有一点点的信心了 我们可以在地质结构上面 看到我们失败的作品 但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得到 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构 所以我们就开始 去大自然想 How can nature inspire us 我们就一想说 大家知不知道麦饭食 麦饭食来干嘛的 过滤水 麦饭食是怎么形成 它就是一种多孔的火山食 那麦饭食可以在哪里找到 我们查了文献之后 发现它可以在海边 就是在靠海的火山边 才能够找得到 那如果在陆陆的火山 你找不到麦饭食 这让我们想到 是不是因为有水的关系 所以它可以形成孔洞 所以我们团队就把水 注入我们的基材里面 就是刚刚我们看得到 这一支无机的魔管 我们在喷制它的时候 把它里面加一点水 把它里面灌水了之后 再开始喷 所以这个红红的这些融融的点 喷到我们这个基材上面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那边像有烟雾 那就代表水气在出来 那看到这样子之后呢 我们去看它的机制 其实它就是在这个 融融喷下来的 这个熔岩的这一个陶瓷粉 还没融化之前 这里面的水因为被盖住了 它出不去 它就被升温变成水蒸气 它就冲这个软软的 这一个陶瓷 把它冲出去 不断地冲 冲出了这个孔洞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两边的结构迥然不同 那这是我们全世界第一个 想到这样的方式去做的 所以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为什么以前都查不到文献 有人用这种的方式 来做这种薄膜 因为没有人想到 这样子大自然启发的方法 刚好台湾是有火山的 我们常常去大屯山玩 常常去地域二谷去玩 国客会问我说 你是不是把钱拿去旅游 是去做研究 请你告诉我 那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构 我们发现说 它里面的三维的结构 你可以再看得到 我们用X-ray X光去扫它 我们发现它有水的通道 你可以看到一些水 这样子的通道出来 这里面的孔洞呢 是五十几percent到六十percent 是非常地高的一个结构的孔洞 那它的效果到底是如何呢 我们来看 刚刚失败的作品 它只能喷噬的时候 去过滤 它只能单位时间 单位面积过滤出一瓶水而已 那商业上面呢 可以帮我们过滤出来 五倍的量 我们现在的孔洞很多 到我们的喷嚼的薄层呢 又很薄 我们的水量是现在全世界 最高的水准的五倍以上 所以我们的成本又低 我们的效能又高 目前全世界 就是我们这个技术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 最想知道的 是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把它用在 化学工厂里面 这些工业用的一个废水 我们不希望它只是用在废水处理 我们希望这个东西能够拿在我们的食厂里面 把我们本来要丢掉的这些废溶剂 把它回收 再利用 对老板来说 这就是把钱拦下来的一个好的技术 而不是处理废弃的水 叫我再花一笔钱 把它的水处理干净再排掉 他可能比较不愿意 所以我们把它这样的一个设备拿去食厂 我们把我们的液体拿到台大去做测试 那这个设备我们组了一个六支魔管的一个设备 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设备进行一个试验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里面有颗粒 有溶剂 就是刚刚这一罐 同学已经拿回去了 那一罐强的溶剂 那这种强溶剂呢 经过我们的一个陶瓷馆 里面六支去把它过滤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澄清的液体 这个液体就是刚刚那一罐 这一罐变得这么澄清之后 我可以回到工厂的一个制程里面 重新再利用 再使用 这时候我就没有废意 要排到河川里面去 不会污染我的河川 我也不需要把它丢掉 它是钱耶 那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白色的颗粒呢 它也是一种很珍贵的一个材料 是我们本来在生产的过程中要留下来的 只是因为后来变成浓度很稀的之后 我只好把它丢掉 那丢掉的时候又不能随便排 我还想办法把它处理 好 大家在这个时候看到 好像很成功了 会想要问我一个问题 那是不是台湾未来的废水有解了 未来马上台湾就不会有 齐柏林拍到的那个景象了 我告诉你 这一个答案是一个问号 为什么是一个问号 台湾的产业 都是一些传统的制造业 那我们的innovation的这样子的一个改变不多 所以导致我们的制造业的毛利 就只有3到4% 5%以下 所以所谓的毛3到4 就是毛利只有3到4% 如果毛利这么低 你没有创新提高你的获利的话 你哪有钱来做这种费易的处理 或者甚至说装置一些东西 再把议题再回收 这个都是已经吃掉你的利润了 所以我们希望台湾的产业界能够从结构来改变 从创新来改变 就像刚刚贾伯斯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整个要think a difference think otherwise 才有可能提高我们的获利 来解决我们的环境的问题 那我们团队有一个梦想 这个是大家看得到现在的石化厂 你们看到地上都没有青草 上面还有一堆烟囱 我们的梦想跟美国的化学化工学会是一样的 我们希望在2020年的时候 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化工厂 就跟我们现在的半导体厂是一样的 你们看到地上已经长出绿草了 这两张图是一样的背景哦 一样的公司哦 我们希望在2020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都是绿草 我们也可以希望看得到上面没有烟囱 你就不用担心有排出去任何东西 为什么不用排出去 我全收回来了 我用我的无机的这样子的分离的材料 我把它收回来 我就可以再利用 下面也没有人去偷排了 所以我的草长了起来了 我的废水出去的一个水道里面 还可以养一些鱼 让你知道说 这个鱼都还是活生生的 都是经过我排出去的这些水 国际大的公司做得到 它的周围全部都是一些河川 养着鱼 让你知道说我的废水就是进到这个地方来的 所以我们的团队 希望我们可以努力 靠我们的新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可以为这一个台湾 全世界尽一份心力 我们的梦想就是以薄膜 绿出好天好水好空气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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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